好 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是在五都选战当中 是否就是在猜选的交锋当中 是否会难免会碰到 所谓的花大饼的情形吗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样 台北市苏贞昌是讲说 以后如果垃圾量减少了 所谓垃圾费随待征收 这样的策略是以后可以取消掉了 但是郝龙斌就回击说 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欠世纪的 而且是一个空头支票 好 辉文刚刚有一些话要回来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台北县也很多地方也要开始 所谓的垃圾费随待征收 台北县也快开始 这表示台北市是做得好 已经开始 垃圾费 垃圾费随待征收 对对对 怎么办 那请问不是什么双城其谋吗 怎么办 那蔡英文说 那我也赞成苏贞昌的 那我同样的话再讲一遍 是这样子吗 因为台北市开始做 现在台北官要合 那这个垃圾费随待征收 当然我是扯远一点 这个东西是马英九常挂在嘴上的 他连选总统他都拿这个出来讲 我们台北市做得很好 他认为这是他的政绩之一 那观众朋友自己判断 那如果蔡英文也这么决定 那就联合竞选 就针对这一块 跟环保有关的 跟垃圾费垃圾带这个有关的 你民进党的候选是不是一致 这个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刚田委员提到说 苏贞昌的这个政绩经验 我是不以为然 他干了六年的台北县长 他是第二任做到一半跑掉的 那请苏贞昌拿出来 就针对垃圾减量的部分讲出来 这个不是喷口水了吧 你六年那你屏东县你也做过县长 你屏东县的垃圾怎么减量的 数据拿出来 讲出来我就闭嘴了 不要劈头就讲有政绩 你做了什么 你索尹兄做什么 你台北县有什么撇步 让台北县的垃圾减量你说 你现在要把台北县的金面 带来台北市我也很欢迎 你做什么 不要扛嘴报纸 说温如有政绩的政绩 拿数字出来 拿实际的政绩出来 不要劈头就说我政绩很好 政绩很好 为什么之前罗文嘉选也输 为什么 为什么总统大选也输 为什么 你不是做得很好 为什么你自己当副总统 苏贞昌讲一句话很晚 他为了这次选台北市长 他说他很来行的 做市长很来行的 你就做市长就好了 你意要总统没算了 因为总统你就多行了 你做市长来行 你就结束做市长就好了 你自己台北县长任内 到底做了什么 我觉得那检验比较公平 好参选人在这个参选的过程当中 都会提出一些政绩 而这个政绩是否能够落实 而选民又怎么看起 选民心中自有判断 而另外呢 我们要带你来看 这一个话题了 其实所谓讲到 不管是所谓的选举的改革 或者是司法的改革 而在之前呢 因为所谓爆发了这个 这个陈恒宽呢 他要请司法官这件事情 其实他之前也请命说 他觉得呢 是可以来召开 所谓的二次的这个 司法改革的会议 而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马总统他也表示说 所谓的二次的司法 这个司改会议 他觉得说 这的确是可以考虑的 好这样的话题呢 其实大家要看的是 这已经隔了11年了 这辅邦其实也做了一些回应 其实辅邦会觉得说 事隔11年 是否我们讲到 所谓的司法改革 是不是真的到这个时机点 可以来讨论了 我们带你来看 陈恒宽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良知告诉我 应该会死守硫磺岛 好所以呢 他现在是不请子 还要继续来坚守岗位 为从事司法改革来努力 所以他建议总统呢 是以总统的高度 再度召开全国司法改革会议 来重拾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而辅方是回应说了 上一次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 是在1999年召开的 到现在11年了 而再度召开的会议 是有参考价值的 他说呢 马总统会指示相关单位来研究 来召开这个司法改革的会议 不过这会议节目的落实 仍然是要由到时候的这个 司法院长跟法务部长来主导 而这个现在的先决要无之一呢 就是所谓的司法院长 什么时候能够生得出来 而大家也担心说 真的是能够所谓进行 这个司法改革会议的话 是不是又会沦为大拜拜 而司法改革是真的有办法落实吗 所以当时陈恒宽到底要不要辞 我说他不会辞 我说他不会辞 因为他的个性不宜辞 留在法官里面好好拼是对的 那会议文啊文家都赞成他 要辞掉才有震撼 才有震撼人 所以他现在真的没辞 没有辞 他的个性不适合去当律师 个性在法官里面 他才能发挥 我们讲全国司法会议 全国司法会议 其实以前的全国司法会议 做成的结论 有的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实 你说1999年那一次吗 对啦 所以相隔11年很多都还没做到 司法院审判化了 什么东西 有些大架构 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实 司法的改革不是嘴巴讲 说审判独立是大家都知道 审判要怎么独立吗 审判独立开一个会 审判就能独立了吗 怎么开原则还是审判独立 不是吗 检查议题 全世界都检查议题 你开了结果能说 因为检查长会有干预 检查议题会掉 会吗 不会的全国司法会议召开 它其实是把律师学界法官 检查官全部召开开个大拜拜 这的确是个大拜拜 然后各提大家的意见 同样一件事情 我跟妳讲 律师有律师的意见 检察官检察官的意见 法官法官的意见 同样一件事 同样一条法条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合个言而至嘛 大家讲就让妳拼拼讲讲讲 会议做成结论 结论也是很空洞的 不会说廉政署 关于廉政署你好了 要不要是廉政署 全国司法会议讨论看 会不会有结论 不见了会有结论 尤其他讲说要司法院院长来 由司法院院长来开 问题是你司法院院长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提 你是要现在前 现在的副院长继续带 带到明年11月还是几月 让他带到那时候 还是你现在就要提司法院院长 让他辞职 大法官辞掉 控制了大法官来 来提一个院长 提院长大家要开始在叫 到底要肃永新陈长文 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嘛 这些对于都还没有生出来 这个司改会议是更遥远 司法改革更远 这个刘老大点名到我 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对这个陈恒宽法官 非常不以为 我觉得大家要公开谴责这种 这种贼啊 这种就是乡院得之贼也 这种就是贼 当初啊 这么草率就丢池城 你不是看过那个电影 那什么来自流氓岛的信吗 然后丢了池城之后说 你们都未留 什么法界的友人啊 什么长官未留之后 他就说那我不辞了 这种把辞职当儿戏的 我实在觉得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讲他 我觉得曾德水都比他高尚 说实在话 这种还干不上 他接手岗位吗 那你丢池城干什么呢 你当初为什么要丢池城 法官的池城 那个是终身子保障 宪法保障 可以随便丢就对了 今天不高兴就丢 然后你们未留我就收回来 那个法官不要跟 你有什么资格讲司法改革 开全国资改会议 刚刚主席提到那个 这个不是陈恒宽提的 罗志强跟这个马总统 是给他面子给他回应了 之前早就人家都提过了 提了N百变了 提了N百变了 还要你来提 我来提就好那你提 你说在那边广告 很像只有你知道说 很像开了十几年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开一次 这可苦你讲了 我广播就讲几年 还要你讲 所以我说这样 不要在那边孤民钓鱼 像这种 我最后我讲的比较狠一点 你怎么面对你女儿 父亲姐都在告诉你 爸爸那时候 你七岁的时候 爸爸丢过磁城 结果被人家喂留之后 爸爸又把磁城拿回来 你去跟你女儿讲吧 莫名其妙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